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除了纪念 教会到底该如何从这些宣教前辈的宝贵属灵产业中领受和更新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神学研究院的前院长 同时也是基督教研究智库的创办人 一生尾生神学教育 培育和提醒许多华人神学人才的林洪庆老师 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华人教会在堂会的牧养 神学教育和普世宣教上面的困境 以及一些可能的出入 林老师你好 你好 其实我是先读了林老师的书 系统神学 后来回台湾才认识林老师 我那时候在读林老师的书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在西方神学院读系统神学的时候 坦白讲一开始读得好辛苦 因为太多的脉络是我不理解的 所以其他的同学好像他们接得很顺 可是对我来讲很痛苦 那当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特别为华人的处境写系统神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真的很感动 所以真的很高兴后来能够认识林老师 然后我们真的很多次跟林老师请教的时间 那其实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林老师来 特别是想要请林老师可不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跟你的一路的旅程 好 家伙谢谢你 提到我们第一次的见面 就是因为系统神学这本书 你注意到我们就开始有联络 那这本书真的是反映我的重要的心路历程 因为我做神学生的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痛苦就是找不到好的教科书 那西方人写的教科书如果翻译成中文 但是里面的思路仍然是西方式的 还有很多背景资料都不清楚 会读得很难受 我觉得长期这样下去 我们的神学起步会比西方的神学生低很多 所以多年来我在做神学教育的当中 我一直在写书 那我写书也大部分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神学学习者 能够有更好的出发点 那我本来有点文科的背景 我念台大的学习 一开始是想要做学术工作 但是后来有发生一些转折 信仰的转折 会希望做一些比较入室的工作 所以我就重新考连考 有进到医学院 那时候是叫做阳明医学院 现在的阳明大学 那在读医学系的四年当中 我觉得神反而让我清楚 我人生应当要投入的 是比较跟人的心灵有关 而不是身体的健康问题 所以在第五年 也就是念完八个学期 我离开医学院开始读神学 那读神学 本来一开始想在美国读 也在美国有 各有一年的经验 一年在富乐 福音派的神学院 另外一年在耶鲁 可以说是学术性的 或者比较亲自有神学的 这样的神学院 那我后来决定到德国 去做博士论文 因为那里的一位神学教授 是20世纪 因盼望神学而文明全球的 摩特曼老师 那在他指导之下 我完成了博士论文 所以从1990年 也就是32年前 我开始在台湾做神学教育 一直到今天 这个当中 我利用一次Savarticle 到英国的Nottingham大学 在写的第二个博士论文 因为Nottingham大学 有一位非常好的 诠释学老师 Pissartan 他是英语世界大派 结合哲学 诠释学跟神学 诠释学 而他本身是圣经学的专家 我在他那边的指导之下 完成了第二个博士论文 所以我大致上 整个学习背景 跟我所投入的 都围绕在神学教育 写书是神学教育 非常重要的恩怀 谢谢你又提到这些事情 是 其实我很感动 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 是1999年 那时候我的大学团契 有一批学长姐 那那个时候就是林老师 应该是回到台湾不久 你在带着这一群大学生 然后介绍他们 进入神学世界 那今天很多 我那批学长姐 其实或多或少 也都在神学领域工作 包括后来台生的老师 赖宏专老师 说的就是 当时有一个团契 叫神学专练 团契 简称神专团契 其实那个努力 一直到今天 都还是许多人的梦想跟目标 是 怎么样让神学能够 跟各种专业结合 是 林老师 我讲到这里 其实我 我就想到说 其实在华人教会界当中 我们有一种 传统 可能是 姑且我先不给他一个名称 因为讲不同名称 可能要讲了很久 但是好像普遍来讲 对神学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看重 那甚至觉得说神学 不见得是有用的 对于建造教会 好像它是一个 给少数人的事情 那特别 其实我们看到 欧陆的神学 有很多很宝贵的老师 但是很多人就会指出说 虽然欧洲 像德国 英国 他们的神学很强 可是他们的教会 在衰弱当中 或者是至少刻板印象上 好像欧洲的教会 是衰弱的 那华人教会 为什么要走 这条神学的路呢 既然西方 好像已经走到现在 这个神学 好像有累积 很深厚的底蕴 但是教会 却比较薄弱的 那林老师 会怎么回应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疑问 我想华人教会 普遍可能对神学的认识 还不是很恰当 因为很多人对神学有意见 但是没有读过神学 或者很多人反对神学 他也不见得知道 神学是什么 所以我想有点困难的 就是说 有时候这个对话 不容易对焦 但是会对神学 有一种好像比较 保持距离的这种感觉 或许是因为 比较重视实践 那比较重视实践 会觉得一切只要能做 能够有方寻就是好事 但问题是在于 我对神学的理解 其实很简单 它是信仰的反思 也就是我们做神学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跳出 我们自己太主观的立场 我们要跳出来 才能够看自己 那后来我又发现 一个人如果跳出来 跳得太多 跳得太远 他就离开了信仰 所以这也是一些人担心的说 你读神学你就失去信仰 会不会在跳出来反思的时候 跳得太远 所以后来给的神学定义 就又把它拉回来 就是神学是一种的信仰 投入性反思 你要投入在里面 你也要跳出来 才能够反思 你反思之后 或者同时 你其实还在里面的 是投入性的反思 那这样的投入性反思 我觉得可以让我们避免 陷入 我说过度主观 我们要不主观是很难的 但过度主观意味着 你跟客观 跟真理 跟现实 护理 的时候 你不完全了解 或者没有意识到 因为要反思 才能够知道 检视自己 才能够知道 你的路走得正确不正确 所以神学在我看来 是最基本的信仰 一定要有的动作 是 所以简单来讲 其实很多人想到神学 就想到学术 但是 以林老师来讲 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应该是会有神学性的思维 因为我们的信仰 绝对不是抽离的 而是我们是 在当中 而且是尾声在其中的反思 所以它是两个的结合 并不是只有尾声没有反思 也不是只有反思没有尾声 谢谢你整理的很好 你说的比我还清楚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照这个方向去理解 就知道为什么要做神学 当然有人又会有疑问 那我就是自己来做信仰反思 不就得了吗 其实关键在于说 整个华人教会的历史 其实从马里逊算起 是200多年而已 我们在整个 这个庞大的这个 华人文化加上 整个世界历史的潮流当中 只是非常小的 一个瞬间而已 那我们又缺乏历史感的话 那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不像西方国家 跟旧教信仰有互动 那么久的经验 包括连苏俄 我们说苏俄 它是个东正教国家 东正教在这个地区 是超过1000年 那你可以想象 在整个教会历史 2000年当中 有很多地区 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那这千年以上的历史 有不同时代 面对不同问题 所产生出来的 信仰的口入性反思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 那我们如果对这些无知 会觉得说能用的就是好的 我只怕我们会有一点坐井观天 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多了解 过去2000年所做的 这些优秀的神学家 所做的信仰反思 因为他们面对真实的不同处境 面对真实的不同的问题 那我们才有机会 在我们今天的主境 今天的问题里面 去做恰当的神学反思 想到整个华人教会的历史 老师也提到 从马里迅来算 大概200多年 那台湾的话 今年是纪念马街 宣教是登陆淡水的 150周年嘛 那当然这个相对来讲 不论是200年 还是150年 都是短的 但是其实也是有一点基础 那特别这段时间 我也看到林老师 常常在不同的地方奔波 来分享马街的精神 那可不可以请林老师 先谈一谈 就是你在谈的马街的精神是什么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谈一谈 那他对今天教会的提醒又是什么 好 当我认真的研读马街 特别为今年这个宣教纪念周年 150周年来预备 我开始慢慢的能够进入他的世界 意思就是说 我开始设身处地 做投入性的阅读 那越多越读越多越感动 马街他作为一个宣教师 跟其他宣教师 最大的不一样是 他一个人在宣教区 来开始施工 那大部分宣教师 大概是最少是夫妇 一个单位一个家庭 或者是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区一区 像台湾的宣教南部寺团队 那北部就一个人马街开始 所以马街在这个很困难的处境下 他选择了一条路 这条路刚好就是神学教育 所以他在1872年3月9号来到淡水 他开始努力学台语 台语还不怎么样脑练 他就已经开始在拼命传读音 而且传读音在第一年就有人信主 不只这样第一年就邀请这些信主的人 当中的一些人成为他的学生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速度 在第一年他学台语 他传读音 他已经在做神学教育 那他为什么这么急迫做神学教育 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因 因为他很清楚 他如果不借着神学教育的培育 他将来没有同工可以用 所以他一定要拼命做神学教育 把这个同工打造出来 那么当年他们的神学教育 可以说是一开始没有建筑物的情况之下 就露天甚至跟着老师 就是马街到处游走 所以他们学神学的方式 是可以说到哪里 哪里就是教室 没有像样的课本 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课纲 那老师的讲授就是教学内容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他们是跟着老师一起起居作息 一起传读音 所以他将训练出一批传道人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说他在1895年 也就是他第二次的反国素质的时候 他在台湾有名有姓的教会 已经有60间 每一间教会都有传道人 你看这是何等大的贡献 23年当中他建立了60间教会 每一个教会都已经有传道人 那从一个人发展到60个人 那你说会不会有人 其实会说马街一个人吗 他不是加拿大还是会派人过去 当时加拿大跟其他地区比起来 特别跟英国比起来 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英国已经是日不落地国了 加拿大可能连美国的一周的实力都没有 所以加拿大教会相对的薄弱 所以马街在长期在台湾前后29年 大部分的时间是一个人 那后来有来帮助他的是 第二个宣教师时间都很短 一直到他来台湾的第20年以后 吴威廉牧师来了 那个才成为他大概最后几年 9年左右能够一起同工的助手才出现 但是很快马街又去世 吴威廉又是一个人 所以我看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宣教区 因为这个地区很广 人很多 那马街在这样的辛苦的环境 他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来 我觉得有一个因素 我想起奇克国19世纪的一位神学家 他有一本书叫《清心是至于一世》 他解释巴弗中的清心的人有福了 他用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就是清心 当然他说的专注一件事情上 照巴弗的上下文的脉络是在讲 专注在上帝国 但是如果用在宣教 用在马街 就是这样 他生命完全投入 他来台湾的第七年左右 他已经把台湾当作他的家乡 他几乎把加拿大的一切都放到后面去了 他已经不愿意回台湾 因为进入第七年就要准备访国素质 他第七年就已经不愿意回加拿大 他觉得到离开台湾太难过 太辛苦了 台湾就是他的家 才七年 他的生命已经活住到这种地步 他前后在台湾也不够29年而已 但是他做出来的影响 那个震撼 我觉得对台湾的宣教 台湾的教育 台湾的经理都是一个难忘的榜 是 其实刚刚老师在讲到 马接的宣教策略的时候 提到说他很看重神学教育 因为他看到 当他传福音有人信主建立教会的时候 他需要有牧者 所以神学教育 教会的建立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然后马接的神学教育 一开始可能也因为没有西方的那一种 有规模的学院 所以他就是带着一群人跟着他 到处都是他的教士 那这个跟今天我们想象的神学教育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今天我们的神学教育 好像就是要在一个学院里面 那包括后来马接所建立的教会 是台湾现在等于是最大的一个宗派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那马接一个人开始的 但现在好像都变成是一个体制 你觉得如果回到马接的精神 两个问题好了 对今天的已经发展成这么有规模的教会 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 以及给我们走到今天的这种神学教育 又有什么样的提醒 谢谢你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自己长期的神学教育是在西方形成 但我并不完全赞同西方式的神学教育 因为他已经把神学教育完全当作是 一种人文学科的训练而已 大部分的神学人都是这样做 但我不是说这个没有用 而是说这个不够 当整个神学被当作人文科学来研读他的时候 他可能会渐渐的变成理论 来跟实践脱节 其实我在整个神学教育投入的32年当中 我最快乐的就是跟学生到山上去 采访圣灵作风的历史 也就是台湾今年 第二个重要的宣教纪念 就是圣灵复兴运动50周年 我带着学生出入山上的教会 前后大概14至15次左右 写了两本书 我每次跟学生真正到宣教现场 去访查那些祈祷 让他们去分享他们从圣灵作理 去体验山上部落他们的辛苦 跟他们真实从神身上 从圣灵怎么样得到能力 得到复兴教会的可能 这些跟课本 跟书本跟研究跟报告 整个整合在一起 我觉得才是我们整个神学教育 那所以这个对我们神学院会是一个挑战 我们的神学院是不是还愿意 有一些整合性的课程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第二个就是说教会 因为刚刚提到教会 因为教会对这个神学 好像一直有一种排斥或抗拒 那排斥或抗拒最大的问题就是 缺乏足够的神学 带来的信仰反思 有时候会渐渐的僵化 因为我们如果 就好像我们一个人 如果不懂得检讨自己 这个人可能会越来越过度自信 越来越失控的时候 他自己都不知道 别人讲的话越来越拼不进去 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教会做一个群体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很淡淡的就常识来讲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接到整个历史长河 2000年经教的历史 有那么多丰富的保障 竟然华人教会如果说 我们不要那些东西 我们自己来 我们直接回到圣经 我觉得这是对解释圣经的历史 一无所知讲的话 因为我们确实要回到圣经没错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圣经在历史历代都被解释过 这一段的历史 也就是这一段的神学 这一段的信仰反思 是我们今天能够回到圣经原点 不可缺的参考 如果我们的华人教会 这些都不是太愿意去碰的话 我担心的最主要担心两个事情 一个是很明显 我觉得华人教会现在面对 非常严重的世俗化危机 因为世俗所带来的那个冲击 点点滴滴 从电影媒体到生活方式到流行 时尚各方面不断的在入侵教会 教会一无所知 因为没有足够的信仰反思去对抗 那甚至教会不知觉在采取 谋谎这个世界 比如说世界已经开始以演绎为中心 那你也常常介绍人家 你的一本书叫《娱乐自始》 那个是像先知一样 那个年代好像法理年代就已经出来了 就是注意到那个整个社会 已经走演绎化的倾向的时候 华人教会不知觉也在跟 我们渐渐的也希望能够更加演绎化 我们不知觉的 因为如果缺乏反思 很容易跟着这个潮流走 因为跟着潮流走人总是多 但是信仰的品质 还有价值观的持守 就不见得那么清楚 所以这个是对教会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潮流 如果能够有一点比别人不一样 能够见证 而且坚持我们的上帝国价值观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要从2000年的信仰反思 也就是神学的宝库里面 去吸取它的精华 才会有这样的力量 甚至是因为有这些智慧帮助 我们不只不世俗化 而且在世俗化当中 我们可以运用 可以跟信仰相融的世俗化 能够分辨 我历史说并不是说 我们要去解决所有的世俗化 世俗化跟上帝国的价值观 有一部分是可以交集 但是像现在盲目的 演绎化 敬拜赞美演绎化 传道人演绎化 礼拜演绎化 这个难道不需要调整吗 这是我自己留下的保证 是 所以老师刚才就提到说 其实教会作为一个群体 其实任何的人的群体 都会不自觉的僵化 那我们受到文化的影响 就好像鱼在水中一样 我们是不自觉的 而且我们不可能 不受到文化的影响的 那这就是2000年 教会诠释神经传统 很宝贵的地方是 当我们能够透过 其他时代对圣经的诠释 来应对我们现在 怎么去诠释圣经的时候 有的时候反而更凸显出 我们的诠释是怎么样 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影响 所以其实过去的诠释 或许它的处境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但恰恰正是因为 他们的处境 跟我们不一样 以至于能够更尖锐的呈现 我们的诠释 是如何受到 我们时代的处境所影响 那所以这是2000年的 大公教会历史 很宝贵的一个传统 那也因着不断的回去 我们不只是跟圣经文本对话 也跟2000年的 全世传统对话 以至于教会 好像有个活化的机制在那边 而不会陷入到一种僵化 是所以太注重物实 实用行动的教会 我觉得到最后 可能会剩下数字 会看信主人数的增长 贡献金的增长 教堂建筑物的大小 好坏格局 就没有能够更有深度的那种 跟价值观 跟视野有关的这种 远见 意象 来产生的可能性 因为整个那个实用 也意味着短视 是 那老师我可以问一个 可能有点尖锐的问题 就是 当我们看到马接 他看中神学教育的时候 其实他带来的也是一个 职堂宣教的运动 虽然他不是在刻意的追求 人数的成长 可是教会 刚刚老师提到说 他建立了六十节 而且每天都有传道人 那今天的教会 我们怎么样 又不落入到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我们强调 反思 反思 但是教会好像 其实就是雇步自封 或者是就是维持着 好像当年是 透过宣教士马接 把福音带到这片土地 然后教会一间间的建立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 好像在教会 我们要很刻意的来推动宣教 好像宣教已经不再是 教会的DNA 很讽刺的是 我们的教会 是因为宣教士 而被建立的 但今天的教会 好像很多时候 我们是要很卖力的去 去解释说宣教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来做宣教 那老师怎么去看这个 真的又是一个好问题 那以教会来讲 马接当时对教会的期待 事实上每一间教会 都是宣教基地 他的职堂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现在说的职堂 比较是像是分裂职堂 只是人多了就分一下 那可能职堂的 也变成到了一个地步 就停下来 马接对每一个教会 都有很高的期待 他认为 教会不可为自己而活 教会要为福音而活 分教说他期待的每一个教会 都是福音站 都是福音基地 这个跟今天的概念是不一样 今天的教会 大部分都已经不是福音站 也不是福音基地 甚至教会还要讨论 要不要去宣教 我觉得这是很奇怪 因为马接很清楚 在他的日记 还有他的字传里面 他多次提到 他心中的呼召很清楚 就是把福音传扬到海外 还有世界各地 传到地级 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的做法 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粗糙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他训练传到人 他不是给这些 他的学生一些 就是什么样的方法 或者实用的方法 如果你看他的日记 你会很惊讶 他才 那个学校才开办第二年 他的学生 除了要学神学生 要学的东西之外 神学生要学圣经 学教会历史 学比如说音乐 师班 传福音 奥斯多建政 这个之外 他的学生要学解剖学 要制作标本 因为他是很认真的 看待学生的成长 因为他的整个神学背景 跟我们今天不大一样 就是当年他整个是 加尔文传承下来的 就是上帝是 不只是这个世界的救赎主 而且是创造主 所以他希望他的学生 能够从大自然去学习 而后才能够更恰当的认识上帝 更丰富的去了解真理 所以他下了很多功夫 这种功夫 如果是以今天我们重实用来讲 大概这些课程 完全都可以拿出去 那当然我没有说 今天我们神学院要去做这些 但是这个精神 因为现在的婚科 已经到了一个 不是像当年 那个科跟科之间 不再是那么样的 不像当年那么模糊 现在是壁垒分离 而且隔行如隔山 这个我都了解 但是我要说的是 马接他的神学教育是教育人 而这个人是用福音去建造的人 所以传福音就是他的天子 也就是他的DNA 这个不可能说 在里面会有人 在教会里面 好像是当做一种俱乐部 那你要解释宣教 要花很多时间 这大概不会发生吧 是是 我刚才在听老师分享的时候 就在想 会不会我们谈了很多的问题 它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 比如说我们觉得神学教育 没有用 是不是因为 当我们做神学 不再是为了福音 也不再是为了教育人 那这样的神学教育 就变成只是一种知性的反思 只是一种学术的研究 那其实反过来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神学 会不会也是因为教会的僵化 当教会不再是为了福音而活 而只是在维持我们有的东西 那我们的神学 本来是为了教育人 后来变成是在维持我们的现况 甚至在为现况背书 所以好像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至于好像神学教育 失去了活力 教会也失去了活力 可是刚刚当老师在讲的时候 其实不论谈到神学教育 还是教会 当教会是为福音而活的时候 其实马接的神学教育 它就是为了教育人 特别是传到人 以至于能够 让一间一间的教会 成为宣教的基地 是有领袖 可以继续传承的 可以继续去训练人的 所以好像我们在谈论的是 神学教育跟教会 两个不同的议题 但它好像其实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链条 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你的描述非常精彩 我们看到它副面的那个循环 马接那个时代刚好是一个正面的循环 如果今天我们看马接很伟大 你要去追溯它的教会是什么的教会 它的教会就是能够产生马接这种宣教师的教会 不是马接一个人 是代表那个世代的加拿大的长老教会 或者更好的名称是长老教会里面的福派 当时称为自由教会 马接是在那个传统下长大 所以它整个的动力 不是它自己是个天才发明的 它是代表它的教会来到我们这边 今天我想西方教会是 对不起我看是不大容易再拍出这样的宣教师 因为西方教会现在不是这种教会了 那我们欢迎教会会比西方教会更好吗 这一点对不起我保留我可能要挨骂 但是我还是要讲 所以刚刚你所说的那一块 我觉得我们正向循环就是现在应该要去努力 怎么样让神学教育跟教会的宣教精神 整个再次的把那个正向的循环做出来 因为正向跟逆向是不进则退的 是是 所以我们要么在正向循环里面 要么在负向循环里面 现在恐怕我的估计没有那么乐观 就是因为一个循环如果已经有点负向倾向 你要改成正向倾向 不是太容易的 我做神经教育做三十二年 我觉得我一直在跟这些循环的力量在角力 一个人也不够 那是要一群人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世代能不能看到有很多 精英愿意投入这样的属于战争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 教会最好的人才是给世界用 你哪一个教会最好的 你想想看那些同堂最好 或者说他的体力最好 他的精神最好 他的创造力最好 你想教会那些最优秀人 现在都在哪 我想不愧远 我们就直接讲 一定都进入到最顶级的科技行业 不然就是商界 不然就是 医生律师 医生三师会计师等等 这个比以前更严重 就是我这一代神学院我的观察 教会最顶级的人才 已经很多年不送神学院 因为教会并不传达这个信息 所以这样子会造成传道人的水平 平均的水平会往下掉 我不是说哪一间教会 我是说当教会不愿意把最好人才 送到神学院去成为传道人 说有一天教会会自偿苦果 因为你就是送这种人来 将来的教会就承受这样的人的领导 格局就限制住 所以这个复信跟正信 我觉得这个张力很大 也因此我想在这里 我就不客气 也不回避这个问题 我要挑战的是 华人教会什么时候会把 最好的人才送到神学院 也就是华人教会要大复兴的时候 老师自己在神学院 很多年也当过神学院院长 我知道老师的太太也在幕会 王牧师也在幕会 所以等于深跨幕会的现场 跟神学教育第一线 从老师的 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来做个梦 就是老师虽然说好像现况 不是很乐观 或者看到这种负向循环的力量 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要开始启动 往正向循环来努力的话 老师会建议华人教会 除了把最好的人才送到神学院之外 还有哪一些是老师想到的 我这些年来在推动 基督教研究智库 就是我发现神学教育 这一环之外 还要有智库的概念 因为神学教育 其实承担很大的期待跟压力 因为他是栽培 未来传道人 他的神学的训练 专业训练 他还需要有幕会的操练 他有传婚的操练 他的生命要成长 整个神学院是 坦白讲是忙得一趟糊涂 比任何我所制造的大学跟研究所 都还忙乱 一直都是这样 为什么会期待是最优秀的人来 因为你如果不到一个数字 是很难 很难在神学院这么多的期待之下 能够把该有的条件都养成 这是几乎是高难度的 我还要提的是 有另外一块 也是华人教会一直都是长期忽略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整个华人文化里面 在知识水平上 在比较是高端的这个知识水平 这方面能够有一些贡献 简单的说就是 基督教信仰他来到中国 因为马里逊他走的路 比较是走两边都抓 高端知识分子也抓 一般百姓也抓 但是如果以天主教来讲 长期他们都习惯走高端知识分子 所以马里逊他来刚好是一个平衡点 在他之前天主教的宣教师 那些神父不要小看他们 每一个都是超级的大学问家 都是大学问家 立马逗这些人都不是简单人物 都是西方低流的学者 那我们华人教会 在马里逊那个时代 我觉得还是能够兼容必需 但很不幸的渐渐的就分 我不讲名字 就分成两条路了 那这个我想讲下去 很多人大概内衡都知道我在讲 有一条路就是比较走知识分子的路 有一条路就认为走草根的路 很不幸他分了 那分了以后 走知识分子的这条路 再也没有人走失 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走失 没有人重视也为什么造成 教会的高级人才 不觉得说有必要去做这些学习 因为这些学习除了说 传扶音宣教师 本来就要一流的人才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你可以想象 如果今天政府要做一个决定 社会政策 他的社会政策的新程 或者说他的教会室的编辑 他一定不会找中学第二 大学第二 他一定会找博士级的 大本林已经在大学 甚至是在更后面的中学研究院这一类的 或社会科学院这一类的 有多少基础图在里面 有多少基础图在里面 做最基层的这种知识的建造 这是天主教非常擅长的 立马都在北京会那么成功 就是他就是一流的知识分子 他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化程度上 最少有到近视这一级的程度 你去看他的天主实意 你去看他的著作 你真的会觉得不可思议的 他比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还顶尖 在这样的代价之下 真的把福音传进去 但是这一条路 我觉得在整个华人教会的今天 完全大家是无感 如果有钱 大概就是准备该有在场 如果说要看教会的成就 就看心理人数多少 声势浩大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奉献很多 然后就只能配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这样子走 当有一天社会真的出来 教会不高兴不喜欢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整个要使力 没地方使的 因为基督徒并没有进入这些 比较知识性的地理 所以智库一直想推动 做教会的头脑的功能 让教会 我也知道教会都很忙 很多事情永远做不完 但是至少有点被启发说 我们还需要有头脑去动 因为传民绝对不只是对基层 对一般人 我们一定有一个力量 是做到整个国家 整个文化的建造知识的 那个顶级的这个层级的影响力 比如说再简单说一件事情 如果说社会发生一件事情 跟基督教有关 那你想那个报社记者会去采访谁 他们通常不会采访牧师 他们一定是采访大学的 基督教研究的 或者宗教研究的 或者到中卫研究员去问 宗教社会学的 或者就是人类文化学 这个系列的 他们不会去问基督 如果说那些人 里面基督的比例又那么低 你能够期待说 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是谁在塑造 整个教科书的导向 是谁在引导 那我们不能老是 只是做福音御工 然后排排坐吃果果 都做这些东西而已 我们也有一些人是专门动脑筋的 这个也不是我这个世代能做的 我觉得我只是一个鼓吹者 是 所以其实老师刚才提到的是 其实在马里逊的时代 这两条路线是兼容并需的 他并不是需要好像说 取这个神那个 但很可惜的走到今天 似乎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取舍 我们比较是走一条路线 而否定了另外一条路线 那老师刚才在讲的时候 其实我心中有个疑问 就是一方面老师讲到说 教会现在我们不愿意 把第一流的人才送到神学院 而是送到世界 可是另外一方面 老师又提到说 在世界里面 我们的这种高知识水平的 或者精英式这种领域的思想者 当中的基督徒又不多 这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就是教会不是要把精英 都送到世界上去了吗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知识的领域 好像又人数不多 或很难发挥影响力 因为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我现在在谈的 信仰跟文化的关系 需要的最顶级的 绝对不是自然科学而已 如果自然科学 理科会比工科更接近 最接近信仰跟文化的整合 是人文 人文领域 那社会科学也有关 所以通常一个国家在制定 他的法律的时候 他不一定去问那些 自然科学学者 他怎么去问那些 台积电的工程师 他一定去问法律人才 甚至要去问道德哲学的人才 可能会问到历史的人才 可能会问到研究宗教的人才 在这一大块 因为我们的教会 渐渐的 就是跟社会一般的走向一样 也可能基督徒 因为有信仰 也会比别人更认真一点 所以当社会的价值观 成了教会的主动的选择的时候 就有成就 我只是主观性的观察 大概这方面也都是比较发达 你可以在所谓的真情部落格 或这一类的建政里面 你可以找一大堆企业家 一大堆科学 我说的是自然科学的 或者这种高级的 高资讯的各方面的人才 都有 我请问可以找几个人文学 找几个顶级的社会科学 我在想这会不会另外一个点 是因为当代的知识专业分工 已经分得太大 所以好像在马街的时代 其实一个研究自然科学 或者是像利马逗 他们其实当时他们的学习 好像不会分得那么的细 说我只管技术 我只管科学 而他们也会触碰经典 也会触碰这个传统的知识的建构 那只是今天走到专业这么分工 那加上华人的一种 可能我们真的是比较务实 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是务实 所以我们在把人才所谓丢到 这个在世界上努力的时候 很多时候也是走在 比较所谓强调务实的学科 像是工程啊 像是 那以至于刚刚老师讲的这一块 好像就比较少人 刻意的带着信仰 好像他在那边为主做见证 是 你讲的这个是 真的是最沉重的部分 其实就现有 如果以台湾为例 在大学里面 在这些研究机构里面 做人文跟社会科学方面的 基督徒 还是有相当的一个数量 但问题很简单 就是比较看不出 这些基督徒有文化史 他们最有能力 因着信仰而投入 可能里面有历史学者 哲学学者 甚至政治学者 法律学者 但是比较没有去看到 那个使命感 而那个使命感 应该是由教会来带动 因为教会根本没有这个远界 教会没有这个远界的时候 怎么可能期待 但是我觉得很多 低一流的社会学 我说的是 他也满足现在教会 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整个不是 那个意象开不出来 那在别的地区 我想我不方便讲太多 但是如果说有些地方 你是基督徒 是大学教授 你会受到约谈 或者关注的 像这样的地区 我发现他的使命感很强 就是他做一个基督徒 他在大学 他在研究基督徒 他知道他的文化史密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力量 包括法国 如果能够把这样的力量 把它整合起来 连现有的都动员不了 我们只能期待说 是不是养成 未来基督徒进入 我说的生物科学 人物科学领域 在养成这些学者的时候 能够有更多的着力点 就是说如果现有的无法改变 那你就从头来 其实代代传承 世代交递也是非常快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讲这些绝对不能没有神学的人在 就只有学神学的人 才会关注到这个连结 要把这些好的社会科学人才 人物科学人才 能够跟信仰连结 他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神学 因为我们没有神学 这个就断掉了 断掉了以后 反而这些学者 他的整个品位 被一般教会走 我觉得是大众路线 他渐渐也习惯了 听这些温馨的见证 听这些一般般的讲到 他就渐渐的 整个的使命感 是越来越顿 所以其实老师在讲的 并不是在讲说 个别的基督徒社会科学家 怎么样 而是整个生态 包括教会可能没有传达 这样的意向 就算有 我们好像又缺少了 特别是神学的人才 能够作为一个桥梁 因为神学人才 他大概也不会是 每一个领域的专家 但是他是作为一个 好像桥梁一样 一个对话的伙伴 那老师刚刚讲到说 在台湾成立基督教研究智库 其实初中也是希望 做这个搭桥的工作 并不是说 这个只是读社会科学人的事情 而是他是读神学人的事情 他是读社会科学人的事情 他也应该是教会的事情 其实我时间的关系 我知道我们已经剩最后不多时间 但是还有一个话题 其实我也很想跟老师聊 老师刚刚其实在前面提到 讲到说今年是 其实150周年 同时也提到 今年也是台湾 这个原住民的灵恩运动 很重要的一个纪念的一年 一般想到灵恩运动 大概不会直接把它连在一起 甚至很多时候会觉得 这是两个不同的传统 两条路线 可是老师 其实过去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甚至写了书 在谈台湾的原住民的灵恩运动 可不可以老师 分享一下 你怎么会开始关注灵恩的 以及从你的角度来看 灵恩的运动 跟神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你找到那个观念点又是什么 当我开始对神学有兴趣的时候 我就渐渐的对圣灵论 这一块有兴趣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当时灵恩运动已经慢慢的起来 60年代 70年代已经都开始了 而当时因为比较早期 灵恩运动造成的那种 就是论争也比较大 也比较多人 站在正反对力都很强 到80年代所谓的第二波灵恩运动之后 才慢慢的反合下来 那我就长期会关注 我们在20世纪的时候 经历了那么多基督徒 他们被圣灵感动 有方言有神迹 其实有等等各方面的现象 造成了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有不同分化的灵恩运动 那我就开始投入圣灵论的研究 我的德国博士论文是做圣灵的会格研究 那整个研究下来 我觉得不得了 我们就回到圣经就可以了 在圣经里面 你会看到一方面圣灵 带给我们一些超自然的神迹 超自然的恩赐 这个都是有的 这个我都不怀疑 保守派教会也不会怀疑 婚姻派教会也不会怀疑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或者去忽略了 那一个整个旧约特别丰富的 就是当圣灵做工在一个人身上 可能会让他的身体的力量 大得不了残存 可能会让他能够有制作各种 制造被捕 制造比萨烈 他制造圣经的器具等等 甚至连约瑟都被称为心中有圣灵 所以他能当宰相 我们今天谁有这种雄心装置 说我领受圣灵 就是为了在台湾来当行政院院长 我们的视野能不能这么大 如果说我们谈圣灵 就是说他被圣灵感动 所以他哇哇哇哇 他讲方言 我现在这个胃口太小 圣灵他从我们的聪明才智 到能够做宰相 到能够有创意 一直到艺梦方言 各式各样的灵恩 全部都是 那这么丰富的宝藏 我觉得不要站一边去批评另外一边 这是没有意思的 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能走 而且应该可以走得很好 是 所以当我开始注意到 台湾本土的灵恩运动的时候 我们不能忽略 50年前当时 这些被圣灵感动的人 基本上都没有读过书 连小学教育都没有 大部分都没有 不认识字 但是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 当他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 他们能讲道 能传回 能做见证 甚至有神经 其实我觉得这是圣灵的大 当然今天我们都能读书了 我们不需要去求这方面的 但是神在我们身上 或许 如果教会有愿意 把最好的人才提供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有超过 立马斗那一辈更强的 基督教宣教师是大学问家 但是为上帝而言 我们这样的梦可不可能 当然有可能只有圣灵 但这个信息并没有传达出来 所以当谈到圣灵 一般人还是希望说 他就让我流眼泪 让我感动一下 或让我能够用方便 祷告 TDE梦 TDE语言就够了 我觉得这胃口太小 我觉得这50年前 圣灵工作在那些 没有知识训练的 那就可以说对基层 对底层的人当中 他刚好反映了一种可能性 如果他动工在我们 已经受过教育人当中 又是什么样的光景 我觉得教会当然会大复心 而且我不要忽略一件事 因为我自己觉得 在台湾有一种倾向 大家总共觉得 国来的比较好 所以说讲圣灵吗 要到韩国访韩圣会 不然就看美国 有什么祷告 繁迪什么 对不起 我不愿意多讲 但是我的意思说 大家总是觉得 那个国来品比较好 台湾这个 就好像那个 我想起到 约翰会不是一开头 那个 那个谁 那个耶稣的门徒 不是说拿撒勒 还能够做什么好的吗 拿大利也说的 我几乎也觉得说 当有人听说 五十年前 你们在说的 这个圣灵会训动 发生在新竹 桃园 宜兰的山区 他们恐怕也要讲 新竹山区能够出 能够有什么好的吗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耶稣基督 道神动生在哪里 不在耶路撒呢 是在哪里 伯利行 或者成长在哪里 拿撒勒 不见经传的小城 是 我想我们如果说 要挑一个世界 最有分量的神迹家 大概各个 那个传统都不会拒绝的 就是奥古斯丁 是 奥古斯丁 他是出生在 罗马帝国的 最边陲地带 北非的一个角落 而且他大部分的 胡适就在那个地方 我的意思说 我觉得我们受到 世俗的影响 太大太深 总觉得人才 大概只在台北 不可能在山上 不可能在乡下 不可能在天边海角 一定在纽约 在多伦坡 在温哥华 才有这个 优秀人才 或者 才能够看到神 奇妙的作为 这个我一直觉得 是很大的分拨 因为我推这样的 一个激烈 也是 在支付的努力当中 希望把这个圣礼 50年前圣礼的工作 再次的让教会 去了解 这是教会的 护心的更新的 力量的来源的时候 我常常会遇到问题 我是觉得 大家喜欢听美国的 喜欢听韩国的 那有人会觉得说 这个跟韩国比起来 就是小费子 耶稣诞生在 那个 伯利恒的时候 那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小费子 一个拿撒勒 木匠有什么了不起 是 是 上帝的儿子 却是用这种方式 来影响改变整个世界 所以我历史后 我们的价值观 在教会里面 我一直觉得很世俗化 是 而且我们很容易 分门别类 然后就要做 好像Ether or 两个里面选一个 就像林老师 刚刚提到的 其实 今天所谓的 受灵恩运动影响 很深的教会 仔细观察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很大的 他们普遍 我的观察 很个人主观的感受 就是他们的创意 通常是比较强的 他们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 那种creativity 那比较不是走灵恩路线的教会 可能比较强调的是 逻辑思辨的能力 但是 这两者不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吗 我们的创造力 跟我们逻辑演绎的能力 我还记得 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 那时候 有一门课叫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神学人类学 教我的是叫 一个系统神学家 那 所以那段时间 我在为了要写 期末报告的时候 我是在读 Motman 潘能波 贾玉明 跟尼托森的 四个人的神学人们 在做比较 那段时间 我在募会 我们的主人牧师 在北美的 美国的主人牧师 就刚好带我们 去到这个 美国的中部 有个叫 Kansas City 叫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他们有个 24小时的祷告中心 我就带着我的 这一堆神学的paper 然后 因为主人牧师 要带我们去嘛 然后就进到 他们祷告室 主人牧师 要叫我们 要叫我们在里面 去经历 这种 24小时祷告 那 我就一边 在那24小时 祷告室 然后一边在读 这些神学家的著作 我觉得 坦白讲 我是非常享受的 因为 我觉得在那种 敬拜 在那种好像 一种强调创意 或者是让圣灵的工作 打破我们的框框 但是同时又能够去阅读 这些神学家的著作 有东方的 有华人的 我觉得真的 我感受到了 这两个不是互相 冲突的 而是能够互相 丰富的 那会不会今天 我们的神学教育 其实也需要 向圣灵更多的敞开 会不会今天 我们在 经历到圣灵工作的 教会 我们也是更多的 向神学教育敞开 而这样的教会 是一个更健康 更有活力 更能够实践 不论是福音使命 还是文化使命的教会 就刚刚林老师 在讲的时候 很深很深的感触 好 谢谢 那最后不知道林老师 有没有什么 最后一些 语重心长的话 希望能够 借这个机会来分享的 不论是对 台湾的教会 还是对全球的 华人教会 我心中最大的感触 就是教会 现在在面对 共同的敌人 就是世俗化 我已经不断的 提到这个话题 世俗化的话题 有人觉得 这过时的 不是过时的 我觉得现在是 排山倒海 才开始 而且是世俗化到 骨头里面去 就是教会 虽然说还保存 信仰的一些价值观 但是那些价值观 都是被局限住的 那整个世界 因为这个科技的发达 那网路 就是这样 我们接触媒体的方式 我们都沉浸在这个 鱼在水中 这泡的都不知道 自己身上是吃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不做 神学粉丝的话 我觉得来不及 来不及 就是到教会 已经完全 没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恐怕最后 连最核心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 都会被改造 这是我自己 与众心肠 我的担心 也是我期待 从圣语那边 看到力量 因为上帝创造的时候 如果上帝的灵 一群在水面上 把那个黑暗变成光明 把无变成有 把死变成生 那个力量一直都在 我们应该多方面去 灵取 去盼望 谢谢林老师 今天 当你想到教会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想到的是 哪一间教会 台湾弹将教会的 庄宇明牧师 过去几年 他都带领弟兄姐妹 从北台湾走到南台湾 沿路探访不同的中派 背景大小风格的教会 下周我们邀请到 弹将教会的庄宇明牧师 来和我们聊聊 他为什么过去几年 坚持这么做 以及在这些年 走访超过100间的台湾教会后 又有哪些体会和洞见 我们下周见